同学们好,继续学习资产减值 我们下面看第四个问题 外币未来现金为了及其限值的预计 那如果说我们有的资产 产生的现金流是记账本位币以外的币种 那如何的对这项资产进行减值测试 看的简值不减值 这怎么做 那我们在算的过程中 要以下来的顺序来定 一个是以外币 这个外币就是结算货币 比如说美元 表示的未来现金流量限制 先算这个 那就是是什么币种 用这个币种产生未来现金流量 比如说美元 那是美元产生的未来现金流量 是什么币种算它的限值时 折现率必须是这个币种的 要是美元的未来现金流 一定要用美元的折现率 把它折现算未来现金流量限制 你不能用人民币的 然后第二 以记账本位币表示的资产 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制 因为毕竟我们资产本身 它的账面价值是以记账本位币来体现的 所以可收回金额 我们当然要把它也反映为记账本位币 所以 未来现金流量限制 要把外币反映的数字 折算成记账本位币 那这个数字 就是按照计算这项资产 未来现金流量限制当日的极其汇率去折 比如说 我们现在美元的未来现金流量 以限制已经有了 我们是在20年12月31号来算限制 那你就用这一天的折现率 把它折算成 以记账本位币表示的未来现金流量限制 那第三 以记账本位币表示的资产 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制 还要和这项资产本身的 供引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金额比较 选较高者作为可收回金额吗 当然供引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金额 肯定是以记账本位币来进行反映的 这个不是说 按照美元反映再去折算成记账本位币 没有这个必要 完全就是记账本位币反映的 所以最后实际上是确定了 以记账本位币反映的可收回金额 和这项资产的账面价值去比较 看是否发生减值 这么个过程 我们看2009年新制度的一个计算分析体 因为当时这一年改革 可以按照老的制度 原来的制度 原来制度是五颗全过了 CPA证书就有了 这一年要执行新的制度 6加1 非常6加1 那专业阶段过了 还有综合阶段 当时是有这么两个 当时的新制度 有这么一个题 我们一起看一下 假公司唯一物流企业 经营国内国际货物运输业务 由于拥有的货轮 出现了减值迹象 假公司于20卯8年12月31日 对其进行减值测试 相关资料如像 第一个 假公司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国内货物运输采用人民币结算 国际货物运输采用美元结算 那第二 货轮采用年限平均法计题折旧 预计使用20年 预计减值率是5% 20卯8年12月31日 货轮的账面原价为人民币318 以记题折旧为人民币2亿7075 账面价值为人民币10925 这是它的账面价值 如果这项货轮 可收回金额比这个数少了 那就简直 货轮一使用15年 上可使用5年 假公司拟继续经营使用货轮 直至报废 第三 假公司将货轮专门用于国际货物运输 由于国际货物运输业务 受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较大 假公司预计货轮未来5年的净现金流量 假定使用寿命结束时处置货轮产生的净现金流量为0 有关现金流量均发生在年末 这里有一点要进行说明 如果说我们预计货轮产生净现金流量都是0了 那就是没有残值了 早呢谈到预计净残值率5% 那是在净值之前的 只要说一项固定资产 发生了净值或者进行了改革建 之后我们都是要重新的确定它的折旧方法 年限和残值的 也就是说我们净值之后 再算未来的折旧额时 你不要去考虑最早的净残值率5%了 因为体检值之后 重来重来这里说了 使用寿命结束时净现金流量为0 那你就认为预计净残值是0呗 给定的第一年到第五年 业务好一般差的现金流量 业务好发生的概率是20% 业务一般发生的概率是60% 业务差发生的概率是20% 那比如说第一年 业务好的未来现金流量 那应该是500 业务一般是400 业务差是200 后面我就不在一一的进行说明 这就涉及到有期望现金流计算的事情 第四 由于不存在活跃市场 假公司无法可靠估计货轮的供允价值减去 处置费用后的金额 那这句话就告诉我们 按照未来现金流量限制 作为可收回金额 第五 在考虑了货币时间价值和货轮特定风险后 假公司确定10%为人民币适用的折限率 确定12%为美元适用的折限率 相关复利限制系数如下 所以我们要用的时候呢 一定是美元的 就是把美元未来现金流 要折限 算它未来现金流量限制时 一定用美元的折限率 你不要用这边的人民币的折限率 因为人民币这里面说 利率是10%的 美元是12%的 所以这要注意的问题 要用它 第六 2018年12月31日的汇率 为1美元等于6.85元人民币 这是说算限制当日的汇率 假公司预测以后各年末的美元汇率如下 第一年末为1美元等于6.8 第二年末6.75 第三年末6.7 第四年末6.65 第五年末是6.6 这是干扰的 我们先要算出以美元表示的未来现金流量限制 之后这个数字就是按算限制当日的集集汇率 把它折算成以寄账本位币表示的未来现金流量限制 而不是说预计的 说第一年用第一年预计的汇率去折 第二年用第二年末的预计的汇率去折 那不能这样 据说当年有的考生 给了这么多数字不用不合适 就给算错了 说第一年的算出美元未来现金流量限制 就乘以第一年末的6.8 算出机上本位币未来现金流量限制 而第二年末的用6.75了 那就乱套了 我们所有的美元的未来现金流量限制 折线算限制时 美元未来现金流量算限制时要用6.85 要求第一 使用期望现金流量法计算货轮未来五年每年的现金流量 第二计算货轮按照记账本位币表示的未来五年现金流量的限制 并确定期可收回金额 第三计算货轮应计题的减值准备并编制相关会计翻路 第四计算货轮2019年应计题的折旧并编制相关会计翻路 那我们看 第一年期望现金流先算以美元反映的未来现金流量 第一年业务好 现金流量500乘以它发生的概率20% 业务一般现金流量400乘以发生的概率60% 业务差那是现金流量200乘以它发生的概率20% 算出的是380这是以美元反映的期望现金流量第一年的 那第二年我就不再一一的说了 第二年算出的未来现金流量期望现金流 342第三年324第四年354第五年372 那下面我们要算以记账本位币 题目记账本位币是人民币 反映的未来五年的现金流量限制 所以第一年的美元现金流量三百八 我们要算美元的现金流量限制时 前面说了必须用12%折现率 12%的回到前面我们再看一下吧 利率12%期数17的负利限制系数0.8929 那利率12%期数27的负利限制系数0.7972 以此类推幼不说了 所以你看到这里面用的一定是第一年的乘以0.8929 算出第一年未来现金流量限制 那第二年的期望现金流量342 要乘以利率是12%期数27的负利限制系数0.7972 那第三年的第四年的还有第五年的 都是每一年年末期望现金流乘以它的折现系数 那括号里面的是 以美元反映的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制 我们现在要把它折算成以记账本位币表示的 未来现金流量限制 所以就乘以算限制当日的 机器汇率 6.85 一定不要用未来预测的那些汇率 没有意义 这样算出来的 以记账本位币表示未来现金流量限制 8758.46 由于体里面告诉 没有办法可靠估计 货轮供应价值减去处置费以后的金额 那未来现金流量限制 把它就作为可收回金额了 数字是8758.46 我们看接下来应记账减值减备 由于给定的账面价值10925 可收回金额是8758.46 那等于2166.54 这样呢 会计借方资产减值损失 2166.54 带固定资产减值准备2166.54 那下面第四 2019年提的折旧 我们算出提完减值之后的账面价值 8758.46 前面也给大家说过 由于残值 没有 五年结束时 没有 净先进60吗 所以不要想那个5%残值率的问题 那用它呢 除以5 五年 每年的折旧 1751.69 那提折旧往什么地方进 带方累计折旧 没问题 你借方 不可能是管理费用吗 你制造费用更不合适吧 也不是销售费用吗 你看这货轮是干什么 提供运输的 收的是 那我们要确认收入的 反映到主营业务收入里 那你应该把它提的折旧 寄到主营业务成本 那不提供远洋货轮运输吗 所以应该是借记 主营业务成本 代方带累计折旧 1751.69 这是比较好的一个题目 我们看第三节 资产减值损失的确认与计量 在这一节里面介绍两个问题 一个是资产减值损失确认与计量的一般原则 再一个是资产减值损失的账务处理 我们先看第一个大的问题 资产减值损失确认与计量的一般原则 先看资产减值损失确认 可收回机构 我们前面谈到了 供运价值减去处置分以后进额 未来现金流量限制较高者 如果确定之后 要比账面价值低 那对他要提减值 反映到资产减值损失里面去 所以相当于把原来的账面价值 你要减计值可收回机构 比如原来提减值之前账面价值1000万 我们确定可收回机构900 要把1000万减计值900万 那提减值就反映到相应资产的减值准备里去 对于固定资产 我们要谈账面价值 其实在固定资产部也谈到过 是原价减去累积折旧 减去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无形资产同样要确定它的账面价值 无形资产原价减累积贪销 减去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投资性房地产成本模式的 也应该是原价减去 投资性房地产累积折旧账号贪销 再减去投资性房地产减值准备 确定它的账面价值 那下面一个问题是 确认减值损失后 折旧贪销的会计处理 那说的是 如果对于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提减值了 以后固定资产提折旧 无形资产摊销 怎么做 还要不要把提减值的这一部分 通过提折旧摊销 往成本费用里寄 那显然不行 你想提减值寄到资产减值损失里去了 我们不可能把这个数字 再通过提折旧贪销的方式 往成本性里寄 再寄不就寄重了吗 所以后续 在提折旧贪销时 一定要把以前提的减值考虑进去 也就是说 从账面价值里要把它先剔除出去 我们下面看一个单选题 18年6月10号 某上市公司是增值税一般大税人 购入一台不需要安装的生产设备 支付价捆100万 增税税隔13万 购入会计达到预定和使用状态 该设备的预计使用寿命10年 预计净残值是8万 按照年限平均法计题折旧 19年12月因出现减值迹象 对该设备进行减值测试 预计该设备的供允价值55万 处置费用是13万 如果继续使用 预计未来使用及处置产生 现金流量的限值是35万 假定设备既提减值准备后 原预计使用寿命 预计减残除和折旧方法都不变 那设备20年应提的折旧国是多少 那这个题目 我们在19年底 你要看一看提了多少减值 20年再算折旧国时 肯定要把之前的减值这一步要剃除 你不能再考虑了 所以具体来看 设备19年底 计提减值准备之前的账面价值 原价是100万 那要把过去一年半时间提的折旧先扣了 这是在18年6月份取得的 到19年底过去了一年半的时间 因为固定资产从7月份开始去提折旧 那用英计折旧额100减8 因为8万是预计减残值 除以10年乘以1.5 等于86.2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可收回金额 可收回金额是供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未来现金流量现实较高者 这题目里面供允价值55 处置费用是13 那供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呢 是属于4上半 然后未来现金流量现实给的是35 那我们要选较高者作为可收回金额4上 提完准备之后 在19年底的账面价值当然就42万 把账面价值减计制可收回金额 那20年42万减去预计减残值 因为体理说了 提完减值之后 方法年限残值都不变 当然体理一定会告诉我们 提完减值之后说方法是什么 年限是什么 残值是什么 按照新的来 它都没变 我们还剩下的时间是八年半 你们一共十年 过去了一年半的时间 所以20年提的折旧 等于四万 第三个问题 减值准备转回的处理原则 资产减值准则规范的资产 减值一经计题 在持有期间是不让我会转的 但是如果你这一项资产本身已经重置确认了 简直肯定得跟着一块走 大家知道这个事 那下面有一个疑难问题解答 说资产减值损失或信用减值损失是否可以往回转 我们看一下 存货 这是在存货那一章设计的 简直不简直是和可变现净值比较的 因为它期末用的是成本于可变现净值输低 存货的简直是可以往回转 那像固定资产 再建工程 投资性房地产成本模式 长期股权投资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其实还涉及 我们新的苏联准则使用权资产 还有商 这些呢 都是啊 资产减值准则规范的 资产减值准则规范资产 它的减值是跟可收回金额比较 减值一经计题 在持有期间不让我回转 那我们还有的一些资产负债 就是金融工具嘛 有金融负债这个问题 那那一部分啊 它是金融工具准则规范的 用的是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 确认损失准备的 那这一部分内容啊 详细的会在金融工具那一章去说 也就是说它的减值不是针对的只是金融资产 那金融负债也减值 预期信用损失模型 所以它不能叫资产减值损失 预期信用损失模型嘛 里面还有负债 这叫信用减值损失 那这一部分简直可以往回转 大致有这么一个概念 就说金融工具里面 比如涉及 贪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以供应价值计量 且去变动 记住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指的是债权投资类 还有像什么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可能是贪于成本计量 那也可能是 把它作为 以供应价值计量 且去变动 记住其他综合收益 但我现在说的时候 可能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 因为详细的 会在金融工具里说 你现在有这么一个概念 但是呢 在金融工具里面 规范有的资产 也不提简直 比如说 以供应价值计量 且去变动 记住当机损移的金融资产 还有呢 以供应价值计量 且去变动 记住其他综合收益的 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 那不提简直 为什么不提 我到处会给大家解释 到那一章再说 那当然了 涉及减值 收入 那一章还会涉及 比如说 合同取得成本 合同履约成本 它要形成资产了 也会有减值的问题 那是 在收入那一章 当然它减值的处理 类似于存货的 简直的处理 它的简直也是可以往回转 因此我们会看到 就是一些流动性的一些资产 如果是的话 我们简直都是可以往回转 非流动就不能转 但我们谈到 持有代售资产 比如说把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划分为持有代售了 你划分为持有代售之前的简直 那是以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的形式 存在的简直 不让往回转 但你要划分为持有代售 那变成流动了 持有代售资产 是流动资产 好了 划分为持有代售时 发生的简直 那以后 只要没有中止 它简直可以往回转 就变成流动的了 知道一下这个过程 当然像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涉及的这些资产的简直 是可以往回转的 我们是有的转 有的不转 第二个问题 资产减值损失的账务处理 会计处理 那借方借记资产减值损失 代方是针对于具体资产 比如说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商业减值准备等 例四 沿用例三的资料 说根据测试和计算结果 XYZ公司确认的 传播减值损失 5035 那是固定资产 所以会计处理 借方资产减值损失 代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5035万 我们看第四节 资产组的认定及减值处理 有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资产组的认定 第二资产组减值测试 第三是总部资产的减值测试 我们先看第一个大的问题 资产组的认定 说有迹象表明 一项资产可能发生减值的 那企业应当以单项资产为基础 估计即可收回金额 比如说我们就是用一台设备生产产品 那单项资产完全可以做到减值 它自己就有独立的现金流 而企业难以对单项资产的 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的 应当以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为基础 那就谈到资产组的概念 确定可收回金额 比如说 一个企业只生产一种产品 我们用的设备有三个 不是说某一个设备就能 把这个产品生产出来 那就会涉及资产组的问题 你单个的没发算 它的可收回金额 好看15年的单选题 下列关于固定资产减值的表述中 符合会计准则规定的是 A 预计固定资产未来现金流量 应当考虑所得税收复相关的现金流量 那不行 我们准则说了 用的是税前的 不考虑所得税收复 再看B 固定资产的供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进格 高于其账面价值 但预计未来现金流量限制 低于其账面价值的 应当具体减值 有一项高于账面价值了 它就没有减值的问题 因为我们可收回金额是这两者较高者 所以这不行 再看C 在确定固定资产未来现金流量限制时 应当考虑将来可能发生的 与改良有关的预计现金流量的影响 那不行 要以资产当前状况为基础 D 再不符合准则规定就不行了 没选项了 说单项固定资产本身的可收回金额 难以有效估计 应当以其所在的资产组为基础 确定可收回金额 这是对的 单项没有办法做 就是资产组 资产组不行 资产组合 所以D是正确的 那下面我们看资产组的定义 资产组市值企业 可以认定的最小资产组合 其产生的现金流入 应当基本上独立于其他资产 或资产组产生的现金流入 他说能够产生现金流的最小单位 就看现金流入 能不能独立于其他资产或资产组 比如说 某车间有假设备 以设备丙设备和丁设备 假设备和以设备生产A产品 丙设备和丁设备生产B产品 那一个车间 你生产A产品卖出去了 就有现金流了 B产品卖出 他自己也有现金流 资产组是能够产生现金流的最小单位 那假设备以设备就构成一个资产组 他是最小单位 但是假自己本身不行 以自己本身也不可以 丙跟丁 生产B产品 把B产品卖出去了 他会产生现金流 他有现金流 所以丙跟丁构成一个资产组 他指导一下这件事情 产生现金流的最小单位 那第二 认定资产组应当考虑的因素 一个说资产组的认定 应当以资产组产生的主要现金流入 前面说了 是否独立于其他资产物资产组 的现金流入为一句 就看这个东西 能独立他就这个资产组 好看教材的 例如 某矿业公司 拥有一个煤矿 与煤矿的生产和运输相配套 建有一条专用铁路 该铁路除非报废出售 其在持续使用中 难以脱离煤矿相关的其他资产 而产生单独的现金流入 也就是说我们整个的铁路 建的就是把煤矿的煤运出去 不干别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说企业难以对专用铁路的可收回金额 进行单独估计 因为他煤不干别的 他就是跟煤矿的一些资产结合在一起 把煤运出去 比如煤矿上的一些资产 通过人他用这些资产把煤挖出来 装上火车 通过这个专用铁路 把它运出去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专用铁路煤矿其他资产就必须结合在一起 每一个都没有办法产生现金流 那必须结合在一块 这就形成一个资产组 再接下来 资产组的认定中 企业几项资产的组合生产的产品 或者其他产出存在活跃市场的 无论这些产品或者其他的产出 是否对外出售 还是仅供企业内部使用 均表明这几项资产的组合能够独立创造现金流 那符合其他相关条件的情况下 把这些资产的组合认定为资产股 这里说活跃市场 活跃市场意思就是说 你即使供内部使用 也能够调整到市场价 因为市场有这个东西 我们前面也曾经谈到过 如果说 要是能够调整成市场价 那就可以对它确定未来现金流量限值了 如果不能调整成市场价 内部的价格是无效的 我们看一下教材的利益6 甲企业生产某单一产品 并且只拥有ABC三家工厂 三家工厂分别位于三个不同的国家 而三个国家又位于三个不同的州 工厂A生产一种组件 由工厂B或者C进行组装 最终产品由B或者C销往世界各地 比如工厂B的产品可以在本地销售 也可以在C所在州销售 如果将产品从B运到C所在州更加方面的话 B和C的生产能力 合在一起尚有剩余 并没有被完全利用 B和C生产能力的利用程度 依资于假企业对于销售产品在两地之间的分配 那这句话呢我们要关注 就是说B和C自己本身都决定不了自己的先进来 它是能够说 决定啊 我是卖出多少 但你生产能力生产多少 这个程度不是他自己定的 自己自己决定不了现金流 他的生产能力的利用程度 说依赖于假企业销售产品在两地之间的分 那可能给B多分掉 给C少掉 或者给C多掉 给B少掉 既然B和C没有办法自己决定现金流 那他就不能单独简直算式 B和C一定合在一起 作为一个资产组 因为他的现金流定不了 主要现金流独立不了 其他的资产 所以以下分别认定与ABC有关的资产组 假定A生产的产品及组件 存在活跃市场 如果存在活跃市场这个组件 它本身你就认为能够单独简直测试 不可以调整成市场价 因为A他生产的组件 他自己可以决定现金流 他又有活跃市场 所以A把它认定为一个单独资产组 他的产品尽管说 主要用于B或者C 但他有活跃市场 他有独立现金流 所以A就是一个单独资产组件 这个问题 算的过程中 有活跃市场不是内部转移价 内部转移价格是无效的 一定要调整成市场价来说 才有效 我们看说对于B和C 组装产品 才是活跃市场 但是说由于B和C的现金流入 依赖于产品对两地之间分配 B和C的未来现金流入 不能单独确定 B单独订不了 C也单独订不了 那这样呢 B和C 把它认定为是一个资产组 B和C合在一起 那他的现金流入 独立于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 就这个问题 我们再看教材的利息 严用力六 假定A生产的产品 不存在活跃市场 没有活跃市场 内部的价格不效 B和C必须合在一方 A也不行了 A他的内部转移价格是不效 没有活跃市场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你只能是ABC合在一起 认定的是一个 产生现金流的最小单位 把ABC的组合认定为一个资产组 就前提我们看到了 是A组建没有活跃市场 内部转移价格调整不了市场价 内部转移价格是无效的 那这是在资产组判断时 我们要注意的问题 那第二 说资产组的认定 应当考虑企业管理层 对生产进行活动的管理 或者监控方式 不同的管理或者监控方式 那资产组在认定的时候 那当然是不一样的 这是知道一些的概念就行 我们看一下教材的立法 ABC服装企业有铜装 西装 衬衫三个工厂 每个工厂在生产销售 核算考核和管理等方面 都相对独立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每个工厂通常认定为是一个资产组 就是你铜装的都是独立的 就生产铜装的 铜装卖出去之后 它就有自己的现金流 西装的衬衫的 那一个说一个的 管理呢就是分铜装生产 西装的衬衫的 三个工厂嘛 一个说一个 我们再看例9 是MM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有A和B两个生产车间 A车间专门生产家具部件 生产完后由B车间负责组装 并对外销售 那这个企业 A车间和B车间资产的使用和处置 等决策是一体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A跟B就要认定为是一个资产组 那A生产部件 没有组装卖不出去 只有组装完了才能卖出去 才能够产生现金流 那当然A跟B就一个资产组 第三 资产组认定后不得随意变高 其实它也是一个会计政策的问题 会计政策已经确定不得随意变高 而不是不能变 不得随意变更 这是注意这个问题 如果有变更 你一定要说我们的变更是合适的 合理的 第二个大的问题 资产组减值测试 我们前面谈到过资产 那单项资产不能进行减值测试 要考虑资产组 资产组减值测试原理和单项资产是一致的 我们是用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和资产组账面价值比较 要是资产组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了 表明资产组发生了减值损失 我们要做的工作是 你要把资产组发生减值损失分摊到资产组里面各单项资产的 那第一个问题 资产组账面价值和可收回金额的确定基础 资产组账面价值的确定基础应当与其可收回金额的确定方式相一致 那这句话其实比较重要 也就是说 像可收回金额涉及有未来现金流量限值 未来现金流量 与哪些资产相关 那你这些资产当然都要考虑在内 这叫账面价值确定基础与可收回金额确定方式一致 所以才有我们后面 说如果是有商欲 你先要把商欲分摊到受益的资产组里去 或者资产组合理区 涉及总部资产 虽然 它可能不是直接的给我们带来现金流 但有助于 其他的一些资产产生现金流 所以总部资产也得按照合理一致的方式 分摊到相关的资产组或资产组合理区 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资产组账面价值 确定基础与可收回金额确定方式相一致 这要清除这件事情 那当然资产组可收回金额 也是说资产组 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禁锁 未来现金流量限制较高正 这个没问题 那下面说资产组的账面价值 应当包括可直接归属于资产组 与可以合理和一致的分摊至资产组的资产账面价值 通常不应当包括以确认负债的账面价值 一般的可能就说资产组本身 说但如不考虑该负债金额 就无法确定资产购可收回金额的除外 也就是说在特定的情况之下 我们可能还要考虑到有负债的问题 这是非常特殊的问题 说资产组处置时 如要求购买者承担一项负债 就说我们这个资产组要卖了 原来呢有过负债 要承担什么义务 随买随承担 那你当然负债就要在这个价值里 我们确定是要考虑 那说的是这个问题 所以说该负债金额已经确认并进入相关资产组的账面价值 而且呢企业只能取得包括上述资产负债在内的单一的供应价值减据处置负用金额 要合在一起 这个非常特殊 我们通过一个例子看一下 当然这个例子是在一定的程度上的不够严谨 也是原来准则讲解上 大家大致反知道一下就行 好我看历史 MN公司 在某山区经营一座某有色金属矿山 根据规定 公司在矿山完成开采后 应当将该地区恢复原貌 恢复费用主要为山梯表层复原费用 比如恢复植被等 那你要承担一项义务吗 恢复植被啊 因为山梯表层必须在矿山开发前挖走 因此企业在山梯表层挖走后 就应当确认一项预计负债 并进入矿山成本 我们是把预计负债的限值 进入到资产的成本中吗 那假定它的金额数是500万 二年某七年底 随着开采进展 公司发现矿山中的有色金属储量远近预期 因此公司对该矿山进行了简直测试 考虑到矿山的现金流量状况 整座矿山被认定为一个资产组 该资产组在二零某七年年末的账面价值是1000万 包括呢 确认的恢复山起原貌的预计负债 其实大家也清楚 我们当时是把预计负债的限值 寄入到固定资产城门里面去了 那你寄进去这个数字 固定资产是要以后提折旧的 你开始要寄进去是500万 那我们假定 比如说矿山我们要开采二十年 如果是过了十年才有简直的话 固定资产按照十年来提折旧 那实际上现在在固定资产中 十年结束 时间过去一半 在资产价值只有250万 就是你当时寄进去这500万 只有在什么时候 你资产价值里面 含的寄入矿山成本500 最开始的时候 就是把气质费用限制 寄入到这项资产的成本中的时刻 因此后面他说 直接从这里减500 是有问题的 然后矿山说资产组 如于二零某七年12月31日对外出售 买方愿意出价820万元 包括恢复山体原貌的成本 既已扣减了这一成本因素 预计处置费用是20万 因此该矿山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 净额是800万 全含了 矿山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限值是1200万 1200万说不包括恢复费用 其实这个提出的就不是很好 我们前面也曾经谈到过 这是已做出承诺 那你在算未来现金流量限值时 当然是要把恢复费用考进去的 这不是尚未做出承诺 是已经承诺了要恢复质备的 所以他主要可能说 说明问题方便起见 我不包括恢复费用的时候是1200 但是你包括恢复费用呢 因为这里 你要再算进去 当然未来现金流量限值就会变少 你要支付那些东西 我们看根据上述资料 为要比较资产组的账命价值和可受费金融 在确定资产组账命价值及预计未来现金流量限值时 应当将以确认的负债金额从中扣除 说本例中资产组的供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 金额是800万 这是直接给的 就是我们我要把它卖给别人 随买随以后就恢复支备去 然后说该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限值 考虑了恢复费用后是700 那这个也有毛病 比如 我们原来的事总的是40年 假定减值这里发生在是20年这时刻减值 真正的我们未来现金流量限值是这个 折到这儿是500 那你要把未来现金流量限值折到这边 它不是500 那数肯定就多了 这大家应该清楚 所以这里面说减去500 500是折到那边的数 你在这儿减就不合适了 那只有说矿山一建完 马上提减值 哦这成立 我没有考虑的时候 未来现金流量限值500 再一减那才对700 然后再有说资产组的账面价值 扣除了以确认的恢复原貌 预计负债后的计格是500 如果资产组你比如说在这个20年这个时刻 那一共呢给定的是什么 说1000 而这个里面账面价值力含的气质运用的限值不是500了 原来是500 假如说这个资产按照40年来提折进 比如直线发提 已经提了250了 那你扣250才对 所以我想我们考试是没法考 那你正常来说 应该要告诉我提减值这时刻资产里还有多少 预计负债的价值 就是含那一部分负 有多少 然后要告诉我提减值时 这个未来现金流量限值到这点上有多少 那才行 那就知道一下这个事情呗 那现在我们看吧 说只有说在最开始这个点在成立的时候 这样 按照这种算法 算出的是 考虑到恢复费用700 可收回金额是800 那资产组账面价值扣除恢复预计负债的金额是500 那可收回金额大于账面价值吗 没有减值 没减值就不确认减值损失了 我说这些数字 一见完把预计负债限值500万寄到资产价值里面 这时刻马上说有减值 这些说法都成立 但是你后续减值测试时 数字就不成立了 不成立实际上应该给 到了一个点上 我这个资产价值里面 如果250 那你1000-250 是那个数字 我预计负债的限值 我算到这个点上 比如说是700 那你1200-700才对 应该是这样才可以的 那这节课呢 给大家介绍了一个 有外币未来现金流的情况 如何进行减值测试算减值 要掌握 然后对于资产减值 可收回金额只要比账面价值低 要确认减值 对于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要是以后 在提折旧的时候 一定要把原来提的减值给扣了 资产减值减值规范的资产 减值一经计题 在持有期间是不让我回转的 这就要清楚 然后就资产组 资产组是能够产生现金流的最小单位 这个也要掌握 好 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